熊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一里菜花蛇十里无毒蛇这句俗语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蛇并不是一件常见的动物 人们提起蛇这个字的时候 随即联想到的都是冷血 剧毒这些可怕的字眼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角 菜花蛇却是没毒地 甚至被称为百蛇之王 就连让人闻风丧胆的五不蛇 葵蛇等剧毒蛇 也对它望而却步感到惧怕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把菜花蛇 称为百蛇之王 令蛇闻风丧胆呢 别急熊曰马上来给大家科普 菜花蛇一般是指王锦蛇 因为它的体表 有着类似油菜花一样的斑纹 所以它便有了菜花蛇的称号 名字奇葩 行为也可以说是蛇界 一个出类拔萃的奇葩蛇 菜花蛇一般生活在山区丘陵地带 它们心情霸道 脾气暴躁 行动能力非常灵敏 主要以鼠类 蛙类 吸一类为食 饥饿时也会吃其他蛇类 和自己的幼蛇 成年菜花蛇的体型粗壮 呈圆筒型 身长可达2.5米 体重在5到10公斤之间 蛇类当中属于体型较大的一种 而且 菜花蛇还有着优秀的毒免技能 能够免疫部分蛇毒的攻击 葵蛇 腹蛇 竹野青 虎不蛇 等毒蛇的毒液 都能被菜花蛇免疫 因此 它们见到菜花蛇都很害怕 正是因为菜花蛇性子比较烈 攻击性强 并且对部分蛇毒 具有免疫能力 会以其他蛇类为食 所以在菜花蛇出没的地方 很少会看见其他毒蛇 故而被称为百蛇之王 但即使是被称为百蛇之王 菜花蛇也不是没有敌手的 若是银环 眼镜王蛇这种神经毒素 和混合毒素的毒蛇 菜花蛇见了也得歇菜 因为菜花蛇只能免疫 血清循环毒素 但是菜花蛇的性情暴躁 坚决不服输 逃跑也会给毒蛇放一个屁 菜花蛇肛门内的肛门线 可以分泌一种很臭的臭液 臭到什么程度呢 臭到让烈食者都失去进食兴趣 所以菜花蛇释放臭液之后 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于是即使菜花蛇打不过眼镜王蛇 也可以臭走它 因此菜花蛇所在的地方 很少有毒蛇出没 所以菜花蛇特别受农村老百姓的喜欢 所以熊曰建议大家 如果你遇到野外的菜花蛇 虽然不用怂 但也不能补 毕竟菜花蛇稍微挑衅一下就暴躁 而且菜花蛇也是我们的三游保护动物 所以捕杀也会追责哦